可是大家都在想說拜登去了歐洲 你看連續兩個G20跟氣候峰會 會不會再上演所謂的 大家想說拉邦捷派 我找一些我的歐洲的國家 我來背書說 這個中國是氣候暖化的 最大負責任的人 或是G20裡面再去 這個等於是有一點圍攻這樣子 你覺得會看到這樣鏡頭嗎 還是說歐洲真的 的確有他所謂的自主 或是他各自不同的利害關係 所以他不見得會跟美國的步調走 拜登一定會在各種的 國際場合當中去高喊這個氣候變遷 這個節能減碳 等一下我們還會談到這個議題 為什麼呢 這個對大國競爭來講 如果現在我們沒有在打仗 大概有什麼別的戰場 就是外交戰場跟國際輿論的戰場 這兩個戰場都是展現 你國家權力的最好的一個場域 而且你必須利用這些媒體 來進行這個操作這個權力 來打擊你的對手國 而且他在那邊高喊這個節能減碳 還有這個氣候變遷這個議題 中國還不得不配合 為什麼呢 因為習主席說過 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 我們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共同面對什麼樣的威脅 氣候變遷就是一個很重大的威脅 所以我記得在今年4月的時候 拜登起召開過一個氣候的峰會 那時候習近平 習主席也有參加 當然是一個線上的會議 為什麼會參加 雖然已經是老美召開了 但是我還是會參加 因為你這個議題符合我接觸的 這個國家的這個最高的政策 所以在國際議題的設定上面 拜登也希望掌握這個主導權 你看每個議題都是我設定的 對不對 像你要準備這個節目 你很辛苦 你看你的議題是不是很多 也是拜登給你的 對 過去川普給我們很多議題 現在拜登會給我們很多議題 因為他掌握了國際這個議題的 設定的這個權力 這都是展現 在國際的場域裡面 展現一個大國 或者一個所謂霸權國的 一個權力的一個展現 然後再回到你剛剛的問題就是 還有什麼什麼小夥伴等等 我想你的問題應該是指說 將來中德之間的關係會不會變化 或者後梅克爾時代 德國跟中國關係會不會變化 我覺得這要從梅克爾 他主政這16年當中 他跟中國關係是什麼的狀況 我們才能判斷出 未來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我們不能用憑空的預測 或者未來或者是猜測 我覺得大概有三個面向可以談 第一個就是梅克爾 梅斯坦克爾他我最喜歡講 他是物理學家 他學物理的 證明我們的學理工的比較理性 他是非常非常的務實 雖然在他這16年當中 他也曾經接見過達賴喇嘛 這對中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後來也把他米評得很好 讓他16年當中訪問中國12次 曾經有連續5年 每年都去 所以表示他非常重視中國這個市場 的確中國從2001年加入了WTO之後 這個經濟快速的起飛成長 德國也分享到這個紅利 當然不是說梅克爾上任以後 2005年他上任以後 才掌握了中國這個市場成長的紅利 因為他之前就已經執政了對不對 對不起 已經從政了 所以他完全觀察到中國的這個成長茁壯 所以他非常務實 以經濟為主軸來面對跟中國的來往 另外第二個就是他把這個 德國的經濟實力也放在這個最主要的面向 剛剛賴老師講了很多的數字 包括人均 人口 GDP 這樣看起來德國當然在歐盟當中 是一個重要的領導國家 因為他的經濟實力這麼強嘛 當然我們剛剛講 他已經依賴一部分中國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跟中國將來會不會變成競爭 你剛剛有提到說 有人預測將來會不會變競爭關係 這要從產業的同質性來觀察 我來舉個例子 好像很多人都喜歡講彎道超車對不對 彎道超車 這個名詞有點被濫用 我寫過一篇短文來界定什麼叫做超車 超車在我來看就是技術發生變遷的時候 那就叫做彎道出現了 只有在彎道出現的時候才可能超車 我講你平常大概不會飆車吧 不過我們看那個F1賽車常常看到 在直線運行的時候 你落後車子是不可能超車的 因為它快 你也很快 你很快 它比你更快 因為在直線嘛 只有在彎道出現的時候 那個領先的車子才會慢下來 慢間結束 對不對 因為它慢下來 然後在彎道的時候 那個路線會出現一點空氣 那落後車才有可能 在它慢下來的時候 在領先車慢下來的時候 快速超過去要找到那個空氣 所以技術變遷的時候 譬如說以前是類比訊號 進入到數位訊號的時候 像以前我加了一個Sony電視 那好得不得了 那時候是類比訊號 人家是三槍 它是個單槍的 特立霓虹那個印象官 我記得我加上看這電視 看了十幾年都不會壞 跟剛買來一樣 那麼好 那個特立霓虹印象官 還送到美國Smithsonium 華盛頓的國家科學博物館 可是一旦從這個數位 從這個類比訊號 進入到數位時代的時候 Sony就退步很多 對不對 現在我們好像韓國的電視 還比較好 更好一點對不對 所以彎道就指技術發生變遷的時候 那德國最主要的工業 尤其是梅克爾 最重視的工業是什麼 汽車工業嘛 甚至有人批評它說 它等於是德國汽車工業的 這個守護神 對不對 那它也的確是如此 可是這個汽車工業 我們現在就看到一個彎道出現了 是什麼 過去是汽油車 現在怎麼樣 電動車 電動車來臨 電動車來臨這個技術 裡面有電動設備 電控系統 電動系統跟電池系統 這三個系統裡面中國其實還蠻強的 尤其在電池這個上面對不對 那這個電動系統從內染機換成了馬達 換成了電動馬達 這個中國也不見得比較落後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中國的汽車工業是不是跟德國 還是一個依賴的關係 還是會變成一個競爭關係 這要進一步觀察 這是有可能會有進一步的 再來就是後梅克爾時代 那個接任的領導人的個人威望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的威望很高 你說一句話大家都服氣 有一些雜音 你就可以把它消滅下去對不對 我們看到歐洲最近有一些 議會有一些法案 代表明天的法案比較抗中的對不對 甚至於對台灣很友善的 在那議會當中通過什麼 對台灣友善的法案等等 這些都是雜音 那梅克爾在梅克爾的時代 他其實也面對很多這種雜音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接近達賴喇嘛 也是因為這個重視人權的 這個德國內部有很多 這個所謂的這些派遣 或者這些人士 他們也是覺得你對中國 不應該那麼親切嘛對不對 所以他就那麼友善 所以他就能夠 米平這個各方各排 大家不同的意見 所以接任他的人 有沒有這麼高的威望 恐怕不會有 有沒有這個領袖魅力 不會有那麼強的 KRISMA或者我們這樣 他不是那麼強大的磁場的 所以要面對將來 這個歐洲現在形成 有一點看起來這個端倪 對整個抗中 或者反中的氣氛形成 先接任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威望 就不一定 所以我剛剛從三個面箱 一個是到底是不是那麼誤實 害德國自己的經濟 跟中國的經濟是不是同質性 還是競爭性比較強 另外這個新的領導人 個人威望如何 這個新的德國跟中國的關係 要從這個角度去看 也會影響到整個歐洲 就是歐盟跟美國的關係 我的潛艦 對 不過我們剛才在講到說 梅克爾的確 他有他的領袖魅力 因為他有他自己的主張跟想法 他不見得說完全傾向哪一邊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到說 2009年他曾經在 哥本哈根的氣候大會上 就是說中國是達成協議的障礙 你看這是2009年 2011年開始 中國其實就開始試行 所謂的碳排放交易的市場 到現在是10年了 2021年 但是最大的碳市場 現在已經變成形成了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 大概是從今年7月16日開張 到10月22日正好是100天 他這邊講的是說 全國的碳市場累積交易額 超過了8億人民幣 另外最近他們白皮書 所謂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 和行動白皮書 他講的是說在2020年 他們已經超額完成了 他們設定的目標 原本設定的目標是 國際社會承諾的是40%到45% 他們已經超額完成了48.4%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 他們在所謂的碳市場交易上面 做出了一些貢獻 在減碳這邊也做出了一些 領先的地位 不過同時間我必須要講 歐美之間認為說 中國的碳交易市場 他們認為說價格過低給予企業 充分的碳權 所以成效不彰 同樣的兩種聲音 我不知道帥將軍怎麼來看 這樣子的事情 就中國在減碳 或是他這個所謂的碳交易市場來講 他到底是成功嗎 還是說有待觀察 我們雙方吵來吵去 就是在挑雞蛋挑骨頭 對不對 但是你要講執行魄力 這個碳 減碳 最大的動力是魄力 很痛苦的 你像中國最近把電閘一拉了 你看看 全國上下 那他不會討好嗎 他不拉對不對 問題就是說 這個人的可信度 你像拜登這次去峰會 人家怎麼會對你有什麼信任 第一個 巴黎協議 你就第一個撕毀了 對不對 你當初否定這個 川普還認為這個氣候 暫時是一個 假議題 假議題嘛 所以美國在這個減碳上面 你的過去的標準就不好 對不對 第二個 剛剛吳博士講的 這個彎道超車 對 我們都同意 將來用電量要不要大幀 你什麼都開始用電量 那我請問一下電從哪裡來 發電的狀態 發電的主力還是沒 第二個是電燃器 電燃器現在價格漲了六倍 你這個電還發得起 風力發電 英國的風力發電廠沒風 不是個穩定的電源 回到了氣候變遷的問題 就是極端氣候 這些問題 我根本就不樂觀見這個峰會 能有具體的成果 我跟你講 每個國家的條件不一樣 像德國可以跟法國買核能電 對不對 他國家有錢他付得起 那別的國家天然氣漲這麼多 你是不是還來轉化這個呢 台灣不是搞三接 接了以後天然氣的價錢 墊價你能不漲嗎 聽說現在天然氣 都是中油在吸收那個價格 所以我們感受不出來 那漲價 它就是動漲嘛 那你能動到哪一天 問題在這裡 其實這種現象 每個國家都有 所以你說 你譬如說碳稅 有的國家大陸講 我們一個人負一毛 對不對 有的說你一個國家負多少 這兩個計算標準就不一樣了 你說怎麼達成協議呢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這是國際的一個舞台 去拉歐盟傾向於美國 拉歐盟傾向於中國 為什麼我很可惜 梅克爾這個角色沒有了 梅克爾是出身東德的 他俄語講的不比俄國人差 他可以跟普丁兩個溝通得很好 你知道歐洲人最大的夢魘 就是怕蘇聯嘛 對不對 因為蘇聯這個國家 號稱戰鬥民族 碰到這個領袖呢 該出手就出手 毫不猶豫 你不像美國中國這些 對戰爭的看法 還要顧錢到大局 看到後遺症 普丁是根本不講前面 要出手就出手 所以這個夢魘不解決 歐洲北大西洋公約股質 還是會存在 那你歐盟裡面 德國跟法國的自主 那你梅克爾從北溪二號 跟他溝通的就是說 我的天然氣可以過來 我們將來可以做生意 可以緩和蘇聯的這個 這個威脅的話 那歐盟的形勢又變了 所以這個東西 但是大家都我很迷信就是說 一個領導人物 對一個國家政策的影響 是有決定性的 所以現在大家觀察德國就是 你接續梅克爾的人 擔不擔得起這個種 你有最好的條件 有錢 對不對 你的人口又多 你這個世界貿易 你也做得很好 你有掌握了工業的高端技術 但是領導人呢 領導人不行 那就是不行了 所以歐洲的局勢 一個 馬克宏能不能連任 或者馬克宏的繼任者 跟梅克爾的繼任者 能不能挑取歐洲 一個自主的局勢 這是很關重要的 這個氣候會議 我只講一場秀而已 因為你那個拜登就是拉交情嘛 串門子嘛 對不對 希望多拉幾個兄弟 一起來反中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很明顯 很明顯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峰會 習定義不參加 來個視訊給你搞一下 敷衍一下 你急我不急 現在這個姿態 我們看得很清楚